假设我今天要把这email随便都串接在一起 假设这边有这么多email 当然你们的范例是可能一半而已 我是把它再复制 假如说我今天第一个 我希望可以把这email全部串接在一起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能够把它自动发个mail给这些人 那这个地方的话该怎么处理 第一个就是可能分两阶段来看 第一个如何把这个email全部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的话 如果你要mail给人家中间要加豆点 这个应该都知道加个豆点 也就是说全部通通帮你加豆点 放在最下面好了 假设我今天希望把这些东西合并 合并在一起 并且怎么样呢 并且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那当然有几种方法 如果说你不用那个VBA写程式的话 那当然你就是 他土法链干我想应该比较笨 所以比较聪明的办法 当然如果你不写程式 你可以用一招就是说等于什么 这个C2等于B2 先给它B2 这个先把这个先抓过来 然后下面这个格子的话 你可以等于上面这个 再串接什么 一个豆点 and 一个豆点 再and什么呢 and 你的左边这一个 多一个and 再and什么呢 and你的左边 这一个 那打勾之后的话 它会不会串在一起呢 上面会串左边的嘛 所以打勾之后 上面串左边 中间加一个豆点 那实际上你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它这个地方就是全部的 全部的email 有信箱 全部都在这里了 这个就是了 那你想说这个是什么原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这个 主要是这一个公司 这边的是公司来源 它永远是上面的 串左边的 所以到这个的话 这一个是上面的 变成这两个 然后呢 中间加一个豆点 所以这边会有个豆点 豆点 然后再串左边的 所以在这个的话 一样是上面的 串左边的 所以串到最下面这个 它就等同是什么 等同是 上面这些所有的 串接这一个 那串完之后 就会在这边 OK 所以将来如果说 你要把所有的那个 email信箱 通通串接 并且中间加豆点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个公式 那只要先做一个什么 第一次先做个别的 再来就是什么 做下面这两 所以只要做两个 底下就向下填满 就OK了 这个是第一个 就完全不需要 撰写任何程式 那只需要用公式 去做串接 这个道理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 那假如说第二个 我希望做一个什么 VBA 因为其实说真的 这还要做两次 才能完成 那如果说你每天固定 都需要 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需要怎么样 干脆就是最好是 直接按个按钮 它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结果放在哪里呢 放在最下面这个储存格里面 你就按下这个文字串接的按钮 按下它 它就自动帮你把它 所有的东西串接之后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边来了 OK 这样感觉会比较顺手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今天已经 做好了这个功能的话 按下去就OK了 当然甚至 你还可以结合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就是说 你会串接 一般是需要怎么样 email 那所以 如果你已经串接完之后 并且 顺便 利用那个outlook 来帮你去记信 不过你可能 如果你 你后面 如果你用手动的话 你可能要先把outlook打开来 第二个的话 开一个新邮件 第三个的话呢 把它的那个email信箱 放在寄件人 的也许是最好是密件副本吧 然后再加一个主纸 内容看要不要复 一个attach 有没有附加档 然后再寄出去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要做这件事 而且你要做非常多次的话 那最好的方案 当然怎么样 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可以 也利用那什么 VBA帮你完成 也说一 先帮你全部串接 这些全部串过来 二的话呢 就是自动怎么样 来帮你去用outlook 去记信 那这怎么做 我想按部就班来 第一个请各位先试试看 文字串接 第二个的话 想想看 这个地方要该如何 按个按钮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 把上面的部分 全部串在一起 那这个我想 前面我们也做过类似的 那指示差别就是怎么样 要怎么样全部串接 这其实应该很 要跑一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多少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嘛 所以你可以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那再来怎么样 再来可能要多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那个 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假设是S S等于S 自己本身end什么 end抓到的那个东西 也许是sales 哪个sales sales I 逗点 哪一栏 逗蓝 所以你就把这个 串接 可是串接完 后面还在加什么 end一个逗点 对不对 它就帮你什么 第一个串 然后加一个逗点 第二个串 再加一个逗点 所以串一个逗点 串一个逗点 一直串 有没有 可是最后会怎么样 串到这一个的时候 它还是加逗点 所以会变成说 所有串完的东西 都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逗点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多一个逗点 怎么办呢 假设你最后 这边会多一个逗点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 快速的把这个逗点拿掉 会是最简单的 当然如果用写程式 可能有些同学 不OK 有些同学说 这样子 这样enter一下就好了 把它删掉 当然也可以 只是说 有没有一个方法 最后写完 我就是希望 能够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自动帮我把 这些东西全部帮我串接起来 按下这个按钮 OK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这样就是 跑一个回圈嘛 for i 等于第二到 第二列到第十 也许我到十七 你这个地方 可以用抓的 自动去抓到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那再来的话 里面要做什么 就是串接 那串接我需要一个变数 假设一个s s等于先把这个 先放过来 所以s等于s自己本身 这个是暂存的 先把那个 刚刚讲那个sales sales的i列的b欄 b欄里面 假设i列b 那第一个一定是第二列 等于是b2里面的值 然后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逗点 然后跑一个回圈 回圈跑完 所有的东西 通通会放在s里面 通通把它放进来了 那放进来之后 会多一个逗点 因为它一定是逗点逗点 所以最后的话 再把那个逗点给拿掉 那这一个部分 就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最下面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该如何撰写 我这边来直接来看一下 因为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所以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自先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地方撰写风格 把它改成12好了 OK 然后我这边的话 for i等于第二 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刚刚讲 s等于send 它这个储存格 其实你可以这样拉过来看 这个储存格 加一个逗点 那最后的话呢 会把所有的这些 通通放在s里面 那最后我需要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c栏的最下面一列 那所以可以先指定 我要输出到c栏的最下面一列 你可以在这个后面end 因为我不知道是17 你可以end 最下面一列 用b2去侦测 那可是最后如果说 我今天输出的话 是直接把这个s输出的话 假设我这个地方 直接输出s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全部串接 直接执行 它会直接帮我把 这个最后结果输出到这里 那按右键 你可以在储存格里面 把它改成那个自动换列 好了让它自动换列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最后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这个逗点 那可是要怎么样 把逗点拿掉最快 当然你如果手动 那就显得就不够专业 或者是最后一个步骤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把最后这个逗点拿掉的话 当然方法很多了 那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呢 我今天要输出的话 是把这个整个字串里面 扣掉最后一个 那怎么扣掉最后一个 方法最快呢 基本上 我用那个 假设我今天用那个laps 我用laps这个函数 那我这个laps函数呢 它主要是从左边算过来 那算几个呢 当然就算总共有几个 扣掉一个 总共有几个 扣掉最后那个的话 那不就等于是把最后那个逗点拿掉 所以我要怎么样把 从左边算 算什么呢 它会问你几个参数 第一个 你要 你要切割的那个字串在哪里 那就是s 逗点 再来告诉它说 总长度减1 总长度 总长度 用哪一个函数呢 其实总长度 如果要知道说 这个的总长度就用什么 len 这个好像前面有用过那个 类似的函数嘛 len 刮弧 把这个s放进来 s就指的是这个字串 总共有几个字 那这个时候就知道 总共有几个字了 那如果要减掉一个的话 很简单嘛 减1 刮弧 不就好了 有没有 就是把这个 总长度减1 不就最后这个就没有 然后呢 再把它丢到 这个储存格的最下面 那答案就出来 所以 刚刚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最后 再到这个的下方 我再把它缩小一下 在 因为我要输出到 c栏的最下面一列 那你如果直接输出 会多一个逗点 所以多一个逗点的话 怎么样处理掉 会是最简单的呢 那我这边想法这样 用laps 所以直接把laps打 打在这边 laps 刮弧 然后呢 他会问你说 你的字算在哪里 逗点 长度嘛 laps 这边会告诉你 laps 指的是 那你要取几个 从左边取取几个 我要取总长度 总长度 减1个字 那也就是把最后一字扣掉 的意思 刮弧 不过你们也可以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因为 每个人的逻辑 我想到的是 从左边算过来 扣掉最后一个字 那有没有更其他的方法呢 当然也有啊 你可不可以用mid 可以啊 mid也可以啊 mid 只是mid要三个参数啦 有没有 mid还记得吧 mid第一个也许就是 你一样是s 第二个是什么 从第几个字 一定是第一个字 取几个字 也是总长度减1 不过会变成 如果跟laps比起来的话 会多一个参数 那显弦 用laps比较简洁 那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应该还是有啦 不过这个恐怕要想一想 什么方式会是 最简单的 你就用那个方式 来解就好了 OK 好 不过也有人 你怎么样想 就是 我从后 我从最后面 去找找看 找到第一个逗点 把它删掉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你要找 从后面找 有啦 有那个 in3 有个revert 就是从后面找 找什么 找逗点 找到了把那个删掉 可是我觉得写下来 会非常麻烦 用这个方法最简单 OK好 那最后写完之后 最后一个 我们来试试看 刚刚有逗点 现在执行看看 会不会有逗点 有不要放这边 直接执行 逗点被拿掉了 OK一个字嘛 当然以后你要扣两个字 那就就是看你要扣几个字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输出了 那以后的话 你再做一个按钮 假如说这个地方 每天都需要用到的话 那你就直接按下 email串接 他就直接用串接了 但是 当然 VBA是主要是提供 更自动化的功能 所以 最好是可以怎么样 直接干脆 按下它之后 直接就把 信件寄给这些人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把信件 寄给这些人的话 当然第一个 你要先设定好 你的outlook 不过因为我这边outlook还没设定好 所以如果你们等一下也可以试试看 在那个outlook里面 也可以先设定好 不过这个outlook 因为我用gmail 所以outlook里面的gmail设定 恐怕比较麻烦一点 但也还好 你可以google一下 那个outlook 怎么样去设定gmail 然后呢 一样可以来做 激发信件的这个动作 OK 那等一下再来看如何利用那个outlook 帮我去自动记信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可来记信的话 那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用那个 gmail 或者是那个 hardmail 我现在用hardmail 因为我刚刚试一下 gmail 如果因为我设了两阶段验证 恐怕你要好像两阶段验证 你在outlook会有问题 两阶段验证 各位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说你登录的时候 他会自动发简讯给你 然后你只要输入那个简讯里面的六个号码 正确的话才可以登录 不正确就无法登录 因为我在使用gmail会特别小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 确保别人无法登录你的账号 因为我的账号里面呢 有很多东西 非常的重要 一旦如果遗失的话 可能有问题 那所以我这边的话就用hardmail好了 用hardmail 可能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这里的话设定部分 我想你们google一下 因为我实在是 有东西不需要实际了 我是从这边去outlook hardmail的设定 然后呢就有好心人士 我就按照这个方式 反正就设定完 那里面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呢 hardmail 然后这个内计的一定是POP POP3的LAB 它的那个server的名称叫live.com 然后那寄信的话是smtp.live.com 然后呢账号密码打上去 其他设定的话呢 我设定的这个地方要打勾 它预设是没打勾 它说我的外器就是smtp 这个server需要验证 所以这个地方要打勾 然后呢跟内计的是一样的 就用这个 那进阶的话 好像改这个地方 改那个 POP3的这个破号995 跟外器的是变587 然后加密方式的话呢 它是TLS 就大概改这些而已 其他都没改 改完之后的话 你把它测试一下 如果说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测试嘛 那如果你看到这边有一个 打勾打勾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你这边设定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才有办法做 那个VBA的自动化 因为VBA是怎么样 它把那个Outlook 外挂到VBA里面 不用开启Outlook 就可以帮你记信了 也就是在背后帮你启动 然后呢你只要给相关讯息 它就自动帮你发信了 不过前提是你Outlook 要先设定好 那以后的话呢 就可以全部自动化了 按个按钮 信件就记出去了 所以这个 那如果设定好的话 其实非常方便 以后呢 如果你要大量的发Mail 你可以跑个回圈嘛 一个寄给这个 比如说你可以一个表 七个清单 哪个人的Email 那个人 人名嘛 然后Email信箱 然后要给他什么 给他主旨 然后再给他内容 还有就是 有没有一个attach 就是附加档 如果有你就给一个路径 放旁边 就先做个表格 然后呢 可能那个清单里面呢 有很多人嘛 你可以按下去 他有个跑个回圈 这个回圈怎么样 一个帮你寄一个 一个帮你寄一个 他就一个一个个别帮你寄了 看你这个清单里面有几个人 那你如果每天固定做的事情 你就可以每天就把这个清单给做出来 以后的话呢 他这个outlook就会自动帮你发信件 OK 那我们实际上 第一个请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 等一下先把这个outlook设定 因为你如果outlook没设定好的话 你后面是没办法真的记性的 如果设定好的话 可以试试看 这第一个 outlook先设定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这个应该会吧 outlook 不过我已经很久没再用了 所以我这边把它设定好之后 再来就是直接 再 再进到那个outlook里面 其实这个地方设定好之后的话 就完成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把这些信件 寄给这些人 不过 这些人 其实这是虚拟的啦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直接找一下 你有没有可以真的 或者你寄给自己也可以 寄给自己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有了这设定好之后的话 那那个outlook的城市 因为这个地方 对各位来说 应该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 我已经把那个 用outlook游记的这一段城市 放在这里 那你们需要 以后的话可以把它当范本 只要寄信的话 拿这个来修改一下 应该就OK了 那里面需要做哪些修改 其他地方都不用啦 只有这个地方 to to的话呢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你要寄信给谁 那意思就是有点像是 他的那个email信箱 to的话就是 他的email信箱 subject就是他主旨 body就是内文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写点东西啦 那这个attach attachment 的部分的话 就是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假设你要attachment的话 你就直接add一个 给他一个路径 假设你在c点底下 有一个test.tst的一个档案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直接add 就增加附件 那最后的话呢 利用display 把这个信件给寄出去了 那实际上 这个地方 他的逻辑大概这样 create adjun outlook application 实际上 他是利用这一行怎么样 把outlook 在背后 这有点像在背后 去把那个outlook的这个应用程式给启动起来 但是呢 他看不到启动的画面 也就是在背后啦 那启动之后的话呢 把它当一个物件 set它 这个物件名称叫outapp 这个是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别的名称都ok 那启动之后 一般我们如果启动outlook之后的话 又怎么样 再来就是新增一个邮件 所以利用这个outapp 其实一样就是那个outlook的物件 它有个方法 叫做create item 那什么叫create item 就是你启动之后 你如果要寄信的话 一定会先按什么 新邮件嘛 那create item就是按新邮件 那新邮件可能你按好几下 它这个地方按一下 编号一定是零 按两下 第二下就是一 按三下就是二啦 就是编号 第一个邮件 第二个邮件 就指的是它那个item 就是它的那个编号 那一般是从零开始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新邮件 再设定一个那个物件 这个物件叫outmail 也是一样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虚拟的物件 那这个虚拟的物件里面呢 就是把它的email信箱 阻止内文跟附加党 附加党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加一个注解就可以 不要 最后把这个信寄出 对方就收到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 要把它完成的话 第一件事情 请各位先把那个outlook 先试试看 要先把它设定完 设定完之后的话 后面应该就可以试试看 那你可以试着就是说 我许可以寄给自己看看 如果自己ok之后再寄给别人看看 那以后如果你这些都ok的话 这个email自动化就没有问题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一下 ok那这边的话 我先把那个email信箱 其中那个b2的地方改成我的email信箱好了 用那你不要用这个测试 因为这个测试 不知道寄给谁都不知道 对方可能会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email信箱 所以呢我就在b2的地方好了 假设我今天是b2 用b2来做测试 那程式部分的话 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那个这个地方来源 to记给自己好了 那因为我现在的那个email信箱 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文字里加这个工作表 的b2的储存格 所以我就写成这样子 然后subject的话 就是这是一封来自VBA邮寄来的信件 然后body的话也是一样 那attachment这个地方附加就是 指的是我现在这个整个email信 假设我这个整个档案的话 因为我现在还要准备一个档 我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干脆把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簿 那我现在这个工作簿的话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active 有没有 就现在被启动的什么 我不可执的 就是这个ecele档案 .fullname指的就是它现在完整路径 放哪里的意思 所以它会寄这封信 顺便把这一个email 这个ecele顺便寄给对方 那我现在的话呢 就直接来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按F8好了 我们组航执行 那基本上 Youtlook是不用启动 但是一定要安装 并且设定好 所以create 这个时候 它实际上 没有画面出来 不过你会发现 下面这边好像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小图示 那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出现 不过新版2010会跳出来 让你知道说 它其实已经被 在背后执行了 那create item 就是新建一个新邮件 那这个新邮件 有点像它已经被打开了 那里面要填什么呢 填那个wis 填那个email信箱 就是我的email信箱 那cc没有了 就是好像是什么 应该要副本 bcc是密件副本 应该知道吧 然后subject主旨 内文 然后把这个 一次的档顺便寄 那displace 跟这里家应该不是寄送 应该是 把它显示出来 所以按F8 它会显示出来 最后的话 要邮寄的话 是叫点send send的话呢 是直接什么 把它寄出去 不过它会跳出这个 因为它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从外部寄送的话 必须还要多按一个允许 多一个允许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结束了 我们就是 那再来check一下 因为已经寄完了 对 那这个时候的 你来 你再到这个outlook里面看一下 基本上 我们寄的信件的话 会在这个地方 它现在还在接收 OK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的话 有没有 寄过来了 信件就收到了 没问题 OK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恐怕要把这一行 更改成那个send好了 send的话 就是寄信的意思 但是这个有个地方 比较麻烦 就是说 它还要允许 因为它是从外部 怕说有那些病毒 因为以前可能会有那种病毒 有没有 自动用outlook帮你寄信 以前好像有发生过 有的那个 莫名其妙寄给他的朋友 比如说要跟朋友借钱或干嘛的 朋友会以为 他是你寄的 那可能就会信以为真 或怎么样 或者说寄过去的 其实是病毒 那要朋友把它打开 朋友可能信以为真 就把它打开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displace 可能可以再试一下 也许不需要displace 就可以直接send出去 所以可以把displace 改为send 也就是把它寄出去 这里我想各位试试看 如果利用这样的方式OK的话 以后的话寄信就会更方便 也就是你自己 跑个回圈 自动就全部完成 那这一段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寄的时候 刚刚会什么 寄的时候会跳出什么 到send的时候 是会跳出什么 这个东西 主要是这个画面 这个 它说什么 一个程式尝试 代表您的什么 传送 是否拒绝 因为可能 如果是今天有病毒 会透过你的outlook寄信的话 一定会跳出这个 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这个画面 一直跳出 不是你自己写的话 那恐怕你已经中毒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一般你是可以按拒绝 不过因为这个是我们写的 所以通常会按允许 但是问题是如果今天 你的信件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自动寄给很多人的时候 假如说一大堆清单 你势必什么 按一下 然后就跑一下 它就跳出来一下 然后就按允许 然后允许之后的话 再跳一下 再允许 那如果你有100封信要寄的话 那你不是只要按100下允许吗 每天都要按允许 不过已经比一个个慢慢寄来得快了 但是你会想说 那有没有方法 不要跳这个允许 那这会更好嘛 对不对 更自动化 对不对 做事就要做 就是全部自动化嘛 你不要做一半 不然感觉好像 虽然有快了一点 但是还是感觉没有做完整 所以要如何让那个 也不要跳出来 不过这个当然有危险性 因为你把那个关掉之后 以后如果是真的病毒的话 那真的也不会提示你 所以这个你要去衡量 不过应该目前 这样的类似的病毒 以前比较多 现在好像几乎很少见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现在用Outlook的机会也很少 所以也不会说 有人刻意要用Outlook 去写这样的病毒 那怎么样把刚刚那个东西关掉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到那个什么 Outlook里面的安全性设定里面 把它的外部程式 存取那个部分的安全性 关掉就可以了 然后从哪边关 从那个Outlook 其实我非常久没有用Outlook了 为了要教这个课 我才又把Outlook打开的 否则我现在已经很习惯用Gmail了 很少再用Outlook来记信了 好那怎么设定呢 其实非常简单 上面有一个小箭头 这个小箭头跟那个在Excel里面去开启那个什么 那个开发人员很像 里面的话有个什么呢 其他功能 其他命令 这个也是跟那个一模一样的 就是点这边 其他命令 这个很像在我们开那个什么 开发人员那个部分 其实在Outlook里面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要开发人员 这个可能你们可以找一下 这里面也有开发人员 有没有看到 Outlook里面也可以开发人员 也就是里面有Outlook VBA 不是只有Excel VBA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Outlook里面写VBA 不过这个部分导师很少人这样做 可不可以做可以 逻辑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使用的物件 本来我们在Excel里面是Sales 你可能要改成什么 可能叫它叫什么 Item还是什么东西 或者叫Mail吧 反正它的单位就不是一个Sales储存格 或者Range范围 也不是一个Row跟Column 或者是Shits 跟Workbook 反正物件名称换一下 它的那个回圈一不一样 回圈一样 逻辑一不一样 只是使用的物件不同而已 也就是说它有点像一个零件 反正软体零件 那你只要叫得出它的名称 知道它里面有哪些属性跟方法 你就可以去达到你要的自动化目的 反正无论甚至你的Outlook有 那PowerPoint有没有 也有 那Work里面有没有 也有 其实我以前还用蛮多Work的VBA 为什么 因为处理文字的东西 你要一个文字进来 那怎么样处理成你要的格式 那这个时候呢 你慢慢弄会很花时间 那一般的话 我用Work的VBA 比如说我就按下去 全部自动帮我格式化 再丢到Excel 很快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要慢慢去处理 网路上的资料 很麻烦 OK 所以都有 那这顺便 我们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在哪里 信任中心 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不要跳那个东西的话 其实在信任中心里面的 信任中心设定 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个 其实 那个流程是这样 就是 然后在这边 信任中心 有没有 然后的 叫做 以程式方式存取 心理改成什么 永远不要警告 永远不要 本来是这个 对不对 把它改成这一个 这样就完成了 它 再来 一 我们一 一是上面这个地方 二的话就是 其他命令吧 然后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信任中心 信任中心设定 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这样子过来 再这样过来 然后再把这个改一下 大概步骤 你修改完之后 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的 这个 按确定 你再试一下 刚刚是不是会跳那个 我把它关掉一下 刚刚 会跳那个警告 你会发现 现在执行它的话 它会跳呢 一样我寄给我自己 你会发现 执行完 没有了 有没有寄 寄了 理论上应该 这个地方就没问题 这个我有试过 应该没问题 那你就去收信 信件就来了 OK 而且会把我们自己的这个档案寄给你自己 就是我们刚刚在执行的这个Excel档 顺便attach过去 当然如果你不要寄你自己的 你可以告诉它说 在C碟底下的什么目录里面 有哪个档案 你就顺便寄给它 也可以啊 那你要寄一个两个三个都没有问题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嘛 以后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衍生出 很大量的自动化 因为很多人每天都在寄很多信件 所以你可以把邮寄这件事情 变自动化 有没有 OK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那实际上要怎么串 可能就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做出来之后 你可以省很多麻烦 好 那所以我们把这个一轮串做下来 所以第一个 你如果将来有一串 你没有信箱 你可以串接 串接完之后的话 再利用outlook 特别注意哦 你可以不要是放在这个啦 你可以放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放在BCC嘛 那把BCC放在这上面 所以这个就没有嘛 空置串 这个是寄给谁 这个是副本 那BCC是副本 所以密件副本 其他应该就是阻止 内文跟附加档 附加档你可以给我们现在的档案 或者是给什么 给底下这个路径 那最后这个send就可以了 好 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说你send的时候 你不希望说 它一直跳出允许跟拒绝的话 那请注意一下 你就把那个地方设定好 这样就完成了 但是会有个风险 就是说 如果是病毒 那它也就不会 跳出来了 因为它就直接寄出了 但是这种 我觉得以前比较多了 现在好像比较没有遇到 这样的状况 试试看好了 好